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 真的是蒙福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 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 上帝真的是爱他们 他们可以从小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祝福 所以我们知道 儿童的洗礼并不表示他们受洗 我刚才讲了 是表示他们把生命交给主 然后家长来做决定 我常常想 为什么我们家长不能为孩子的信仰做决定呢 我们应该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 这个就把这个天主教的一个洗礼给改了 婴儿礼就给改了 我是觉得我在读神学 我常常跟我老师说 我觉得这个 我在南美 我到世界各地 我发现这个生下来 他们就知道他们是上帝儿女的 我觉得更好 更好 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传福音 把自己的儿女都传没了 就变成这个问题 你看回教生意了 他就是 就是回教徒 天主教生意了 就是天主教徒 东正教生意了 就是东正教徒 这个没什么不好 我觉得这个很好 因为我们可以决定孩子学钢琴 学小提琴 我们为什么不能决定孩子的信仰呢 我们应该从小就决定他们 是上帝的儿女 Amen 我刚才说了 婴儿里是与神立约 是约 是confident 与神的一个约 我们代表孩子 那么用我们的旨意 来到上帝的面前 让他与神立约 神的祝福就临到他们 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叫 感恩的颂赞 我们大家一起看个短片 感恩的颂赞 那么我选用了诗篇103篇 这个短片很特别 大家去看一下 可能很多人看过 在这个我们的微信中看过 这个网络的问题 这个网络问题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泰国的广告 那么一边放我一边说 这个广告的主题是给予 是最好的沟通方式 那么只有两三分钟的一个广告 他谈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广告一开始 一个杂货店的老板娘 很生气地拖了一个偷了东西的小男孩 刚才你听的是用泰国话 大声地深刺他 其实我也听不懂泰国话 你们也听不懂 但你们会感觉到 那个老板娘的愤怒 因为别人偷了他的东西 偷了东西当然是错误的 我们知道偷东西是错误的 老板娘的深刺也是正常的 正常的 可是这时候呢 他的对面的面摊 卖面摊的一个老板走过来 他就告诉这个 深刺这个老板娘 说你不要深刺这个孩子 然后他替他付了钱 问他做了什么 他偷了他的药 他就替他付了钱 然后他就问这个孩子 说你怎么样 孩子说我妈妈生病了 那么他呢不仅付了钱 他让他的女儿做了一袋蔬菜汤 送给这个小男孩 那么这个小男孩跑掉了 消失了 三十年之后 他的女儿长得这么大了 那么又来一个乞丐 在那里要饭 他同样给他一袋蔬菜汤 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人 但是他非常愿意 能够给予别人 有一天他脑中风了 那么因为过度的劳累 老中风住进医院 住进医院的时候 他做了很多的治疗 花费了很多的经费 我们看这个单子 这个泰国的钱 我们也数不清多少 但是很多很多的钱 是他好像二十年的积需 都不能够付得起的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他的女儿 在为了这个爸爸的账单 在忧愁哭泣的时候 那么他接到了一个账单 这是那个医生 我们都知道了 三十年前的那个 偷东西的小男孩 他已经成为了 这个著名的外科医生 是他为他的父亲做了手术 他的父亲不认识他 但他认识那位 在他小的时候 给过他一碗蔬菜汤的 一个老板 所以他就为了 替了所有的账单 所有的账单 他这个账单上 写了一段话 你们能读懂吗 其实我也读不懂 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费用 三十年前 我已经收到了 三包止痛药 和一袋蔬菜汤 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 对不对 我们看了 我们都会感动得流泪 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 我们如何感恩 我们应该向谁来感恩 这个故事时 我想到了两个字叫恩典 恩典 我们每个人 一生中都经历了 很多很多的恩典 有的恩 最大的恩典是来自于我们父母的 他们生养了我们 在那个艰难的环境里边 把我们养大 我常常想到我的父母 我就很感恩 我父母生了七个孩子 那个时候很贫困 我们那时候很贫困 我父亲一个人工作 一个月九十多块钱人民币 我们家有九口人 那家我奶奶就十口人 所以我们十口人九十多块钱人民币 我爸爸妈妈把我们养大 我都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见到我的父亲了 他还健在 我爸爸今天九十一岁 非常的健康 八十岁那一年受洗归入耶稣基督 他是1945年参加共产党的 这个老革命 信耶稣不容易 后来因为这位儿子信了主 做了传道人 不断地向他传福音 他也听闻了很多关于他儿子信主的故事 后来有一天他终于决定信耶稣 他一受洗 我们全家二十多口人就都受洗了 所以都成了上帝的儿女 我们首先纪念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父母的恩典 父母生育我们 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可能有朋友帮助我们 可能有一些不相识的人 像刚才这位一样 在我们很艰难的时候 给我们一杯水 给我们一碗汤 所以我们感觉到人 这个人生是有温暖的 人生是有盼望的 有盼望的 所以我们每年感恩节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向那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主 献上我们的感恩 美国这个感恩节 不仅是纪念他们的祖先来到美国 开拓了这片土地 还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我想更重要的是 感谢上帝在他们祖先来到美国 那段最艰难的时候 给他们的引导 这一批清教徒 他们离开了逼迫他们的欧洲 他们来到了这块新的土地上 在这个新的土地上 他们经历了很多的艰难 第一年的冬天 一百零二个人就死了大概五十多个 还剩五十个人 因为寒冷 因为瘟疫 疾病 他们不太懂得美国这种防冷的生活 饥饿 很多人离开了 当然后来第二年 他们获得了丰收 有一年人帮助他们 有上帝引导他们 他们获得了大的丰收 他们就举行了一次party 大的party 这就是感恩节的开始 那么在那个party里边 他们首先向神献上感谢 那个party我相信是历史上最美的一次party 他们可以跟印第安人在一起 那样和睦的 彼此相爱的 一同来庆祝这个丰收的季节 西里学家告诉我们 有宗教信仰 常常感恩的人 较之没有宗教信仰 不会感恩的人 一般来说 更健康 更喜乐 也更长寿 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 感恩不仅是长寿 健康之道 更重要的是我们一个信仰的宣告 因为基督徒的生命 是带有种感恩的生命 基督徒的生命知道说 我们的一切都从神而来 因为我们应该感谢他 以感谢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刚才唱了有诗歌叫感谢神 不管我们这个生命遇到多少的难处 我们知道感谢人 首先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位 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定死在时的架上 感谢他给我们预备这样美好的救恩 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也感谢他过去的岁月里与我们同在 我们也感谢他不管我们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前面有多少的风雨还是苦和乐 我们都有恩惠都有慈爱 因为上帝的慈爱在伴随我们 我们也感谢神 虽然路边有玫瑰 玫瑰还有刺 但是我们还感谢他 因为玫瑰有如此美丽的生命 我们人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难处 但是我们都不要怕 我们感谢主 所以今天我要用诗篇103篇 大卫的这个著名的感恩诗 来开始我今天的信息 如果我们大家 你们读过诗篇103篇的举手 我看有多少读过诗篇103篇 还有很多人没读过 没读过 今天就跟我们一起读 那一起读 回去还要读 这个诗篇103篇有一首歌 我想你们可能没有读过 你们会唱这首诗歌 叫 我的心里要承受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会吧 会唱着歌举手看多少 哇 好像会唱歌人比会读经人多 这个很奇怪 所以每一天早上我发给你们的经文 你们读了没有 读的今天早上读经的举手 感谢主 哇 一多半我们都读了 每天我会发一张经文给你 那你要读 读完了还要思考 你思考你会看到微信底下 还有很多人在那里留言 他们读经的体会感受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看诗篇103篇 是非常美的 那我分三段来分享 这个103篇 103篇 我们知道在诗篇中 有很段的一段 很大段的一段的诗篇 是关于感恩和颂赞的 其中最著名的是103篇 到105篇 这三篇的诗篇 那么103篇 主要感谢颂赞神 向我们人所思的恩慈 给我们的厚恩 那么104篇是 感谢颂赞神 创造了宇宙万物 给我们人类的美意 诗篇105篇是 感谢颂赞神 在历史中的伟大的作为 我们知道这三篇 加在一起很美 所以这感恩的季节 我们今天晚上回去 把这三篇都要读一读 Amen 而且要大声地朗诵 朗诵 读诗篇要大声地朗诵 我告诉你 我在美国生病的时候 那时候医生一看到我 就说 哎呀 你这个数据 一看这数据 活不了几天了 你知道医生会告诉你 这数据就完了 那我就不听这个 我就读诗篇 我赞美我的神 Amen 当我一读诗篇的时候 那医生的话我就忘了 他已经不成为 我一个生命的咒诅 你知道吗 眼前的疾病我也忘了 因为好像我立刻就站在 那个诗人的旁边 和他一同来赞美我的神 所以我就没有惧怕 你怎么要记住读诗篇 要大声地朗诵 说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边的 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你看这多好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 你看这个诗篇写得多好啊 我们知道大卫是个 以色列人的君王 我们很多没有 我们这里有多少 还没有信耶稣的举手 我看有没有 还没有信耶稣的 不要客气啊 新朋友 所以你们可能不知道 大卫是谁 大卫就是那个 你知道就是那个 你们学美术的时候 我们在中国大陆 学美术会画几个石膏 有一个叫海盗 画过没有啊 你一定画过海盗的 还有一个画大卫 有的也画维纳斯 那么这个大卫呢 是以色列人一个 最著名的君王 大卫这个统治以色列 好几十年 他的儿子叫所罗门 所以大卫是以色列 这个国家最兴盛的时候 也是由他开始的 那么大卫 除此以外还长得帅 他的体型呢 就最代表男人的体型 所以呢 为什么让你们画大卫呢 就是画男人的 这个体型的结构 懂了吧 这个大卫 大卫不仅是一个君王 大卫还是个诗人 他的诗写得特别特别美 诗篇中好多著名的诗篇 都是大卫写的 诗篇二十三篇 对不对 耶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哇 这个都是大卫写的 一百零三篇 也是大卫的一首诗 是一种感恩的诗 感恩的诗 所以在这个 我们知道在大卫写的诗篇的时候 他首先他说感谢的 感谢的是那位 耶和华 给他生命的耶和华 不可忘记的一切的恩惠的耶和华 所以我们第一点 我就要感恩 就是要常常对自己说 不可忘记 感恩 帝兄姊妹对旁边的帝兄说 不可忘记 神的恩典 对你老公说 不可忘记我 给你的帮助 你们 对不对 那丈夫对其他说 不可忘记我给你的爱 这个很重要啊 要常常提醒他 不可忘记 不可忘记 这个非常重要 什么叫不可忘记 大卫在这里提醒他自己 提醒他自己的心 你不可以忘记 上帝给你一切的恩典 不可以忘记 神一切的恩惠 不可以忘记 神赦免我一切的罪孽 不可忘记 神医治我一切的疾病 不可忘记 神为一切受取的人 申缘 他连续用了四个不可忘记 所以当我们读的诗篇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头两节 他就提醒自己 他说我的心啊 他说我的心啊 弟兄姊妹 圣经说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哪里发出的呢 是由心发出的 我们知道 其实一个忘记恩惠 也是从心里忘记的 心里忘记 当我们忘记别人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往往心里就不要去想他 不要去想他 可是大卫提醒我们 说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边的 都要称颂他的圣名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 大卫知道 我们人是善望的 我们人是善望的 我们人特别容易记仇 却容易忘记别人给我们的恩典 给我们的帮助 其实我们一生中 可能没有人 没给我们帮助 在你一生遇到的人 哪管他一个眼神 那个鼓励你的眼神 都是一个帮助 那一杯水都是帮助 我的一生帮助我的人太多 我常常觉得 我一生怎么去帮助别人呢 我不可能回报 那么容易帮助我 从八九年到九一年 整整的两年的时间里边 帮助我的人不下上百人 这些人有政府的官员 有警察 有军人 那么也有一些的是 普通的农民 他们给我的帮助 真的是在我人生最难的时候 我看到了我人是有希望的 这个人类是有爱的 我不至于为整个的人类 完全的灰心 它是让我走下来的 一个力量和勇气 那我怎么去还他们呢 怎么去还这个愿呢 我已经找不到这些人了 很多人给我钱 这个人给几块 那人给几十块 我都已经找不到了 但是我今天知道了 我信耶稣了 我传福音 我让更多人信靠主耶稣基督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 来还他们的一个心愿 你们 所以我们要最大的报恩 这是我们最大的报恩 所以我们 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恩惠 尤其中国人特别容易忘记 我们常常忘记父母的恩典 过年过节的时候 我们根本不去考虑父母的感受 我很感谢我们教会 很多弟兄姊妹 老父母都在这里 九十多岁 那天我给感恩节 我给比喻打电话 请父母吃饭了 哎呀 我觉得这是好儿子 这个父亲已经九十三岁了 我说 你们家不仅儿子好 这个基因也好 这个讲来你也长寿 圣经说孝顺人是长寿的 真的吗 圣经这个十节 第五节说 当孝顺你的父母 让你在地上的日子怎么样 长久 这很重要啊 所以你看一个报恩的人 他活得长 真的是如此啊 这个刚才我读的 那是一个美国的杂志 他们做的科学的统计 一个感恩的人 他会比不感恩喜乐 一个感恩的人 他会比不感恩的人 他活得有信心 一个感恩的人 会比那些不感恩的人 活得更长寿 当然我也说了 我们基督徒不仅是为了长寿 更重要的是 我们感恩是基督徒的一个宣告 是我们做基督徒的 就是要感恩 据说有一个人 两个朋友在走路的时候 然后两个人发生了争吵 像人生的道路上 都会发生不同的意见 争吵的时候 有一个人就打了另外一拳 那人就打了一个跟头 他就在爬在地上 他就在沙滩上就写下了 他打了我一拳 那么结果他又往前走 他们遇到了沼泽地 这个被打的人 掉在沼泽里被炫住了 那个打他的人 把他拉上来了 你看随人打架 一会像我们东北人 打完了就一起喝酒去了 拉上了以后呢 就救了他一命 他就在石头上磕下了说 他又救了我一命 他这个朋友就奇怪 说为什么打你一拳 你写在沙滩上 那我救你一命 你却写在石头上 他说你打我一拳 沙滩上风一来就吹走了 不会再记住 但是我写在石头上 永远铭刻在那里 记住你的恩典 你对我 你比伤害我要大多了 你的恩典 所以我们的神 给我们无限的恩典 他在我们生命中 给我们引导 他让我们学习来感谢他 不管在困境中 逆境中 还是顺境中 我们在顺境中很容易感恩 对不对 我们突然间就拿到绿卡了 本来不该拿到的 就给了 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很感恩呢 哇 感谢主啊 我也常常听到弟兄姊妹 这个他们去上法庭打电话 我给他们祷告 出来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说 感谢主 哇 神给了我绿卡 这个电话打得就特别及时 如果有的呢 他没有通过呢 我就好几天没给我打电话 你知道吗 我就知道可能 他的心里还埋怨神的 怎么搞的牧师祷告也不好用啊 对不对 我这个上帝也不爱我啊 怎么绿卡没有拿到啊 可是我知道是好事 凡是遇到这种事情都是好事 你们考驾照第一次没考过 好事 我前天考驾照去了 我也考驾照 来美国二十多年要考驾照 我换驾照 本来我到伟基加搬过来 我想不换了 伟基加的照片照得挺好看 因为你再照又老了好几年 你知道吗 所以不换了 结果哇 人家现在互联网都是通的 哇 一封信过来 告诉我跟我师母 你们俩如果不换 12月12号取消你们的驾照了 所以我们赶紧去换 复习了一天 到时候去考试去 考试也很紧张 祷告 因为出的题 发现跟我复习的题都不一样 那怎么办呢 凭常识嘛 开车总是有常识的嘛 就考过了 我们俩都pass了 一套题都没错 感谢主就pass了 过了 我们回来也很感谢 你要知道 我来到美国考驾照 我在中国就开车 我考三次都没有通过 三次都没有通过 但是每次我没有通过 我都说感谢神 连我的牧师都感动 你看那些没通过的就开始 这神也不好用啊 这什么神啊 祷告也不听啊 他说你看你考过 你没考过 你就说感谢神 他问我 你为什么就说感谢神呢 我说因为我技术还不够 如果我现在拿到驾照 说不定明天我就出车祸 那上帝拦住我 哇 感谢主 就到第三次我考驾照 到纽约去考驾照 那天下大雪 一米多深的大雪 哇 这个路怎么开 但路已经清出来了 我一上车 那个女的坐我旁边 她很紧张 她很紧张 我看她在祷告 不是我祷告 她在祷告 因为她不知道 我的水平是什么样子 我就开到前面 看到一个STOP赛 我知道 你雪地 我是东北人 开车 你要低早的刹车 慢慢慢慢刹到根下 对不对 可是我在刹车的过程中 虽然我很慢 但那刹车还是踩不住 就出就奔那个STOP赛冲过去 你知道吗 我他就还STOP STOP 一直还STOP 后来终于停在STOP前面 停下来了 他一身汗 我也一身汗 因为我知道考不过了 已经超过了STOP 他说 他说 Go back 我就开回来了 我想还得第四次 他说 You passed 我想pass了 为什么 I don't know 我每次前两次考得特别好 就不pass 这次考得最差 pass了 因为神能点 这就是神能点 因为神觉得我三次可以了 那天他觉得他要再开车 他可能他命就没了 他赶紧给我pass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神能点 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十一节到十九节 我们知道记载一个故事 叫做十个大麻风病得医治的故事 耶稣基督医治了十个麻风病人 九个没有回来赶 只有一个回来赶 大家记得这段经文吗 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 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 进到一个村子里 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 迎面而来 远远地站着 高声喊 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 为什么远远站着 不管为过耶稣 得麻风病的人 按照犹太人的捷径的律令 是不可以跟人附近的 不可以跟人握手的 他要走到那里看到人 他远远喊说 我是大麻风者 你让你一直离我远一点 别传染你 这是必须的 所以他们是一群最可怜的人 被主流的社会所隔绝的 被主流社会所排气的人 他们见到耶稣基督 他们远远地就喊 他们知道耶稣是上帝的 儿子会医治他 所以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 这个可怜就求神的怜悯 所以耶稣是怜悯我们的神 他医治了他们 他对他们说 你们去把身体给祭祀查看 你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因为那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在人不能 在神怎么样 凡事都能 我们一起来说 在人不能 在神 凡事都能 Amen Hallelujah 所以这个 在神凡事都能 有时候人说不行 神没说不行 你就不要听他的 所以这个需要信心 信仰需要信心 基督徒的信仰的生活 需要更大的信心 经历所有的跟常人一样 所经历的苦难 但在苦难中 我们看到一个不同 这个不同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以马内力的神在我们里边 他使我们变得喜乐 所以那么这十个麻风人 都得了洁净了 可是没有一个回来感谢耶稣 唯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 什么叫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就是犹太人的外邦人的婚血 这种人被犹太人称为不洁净 犹太人他们不希望 他们的种族跟别人的婚血的 犹太人如果你一个犹太的女孩子 嫁给了外邦 中国人吧 就嫁给中国人 犹太人会给那女孩子举行葬礼 就是结束了 这个人死了 不是我们的人了 就这么严重 你知道吗 那么撒玛利亚在犹太人的眼中 不能跟他们握手 不能跟他们说话 可是耶稣爱所有的人 神爱所有的人 神希望万人得救 不让一人沉沦 所以神也爱了这个大麻疯的撒玛利亚人 他被医治了 你看撒玛利亚 他回来来感谢上帝 所以我就常常想到 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 还不如世界人会感恩 真的是我们基督徒该悔改 我真的是看到 有时候很多很美好的世界的见证 我们基督徒活不出来的 大家知道有一个叫万恩石的 万恩石还有一个叫做 叫什么了一个宰相 这两个宰相天天闹一箭 因为一个要改革 一个要不改革 所以两个人天天打 天天打 最后打到了王恩石掌权了 那个人肯定就要下监狱 现在不是吗 你现在你看中国 那个掌权了 那个就下监狱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可是他皇帝就问王恩石 说那个人怎么样 他说那个人非常好 你必须用他 你看 他没有让他下监狱 这不信主的人 中国的士大夫都有修养 后来王恩石因为改革得罪 很多人被搞掉了 那个人又做了宰相 那皇帝问他说 怎么处置王恩石 他搞过你吗 对不对 他说他是人才 你要用他 你看到没有 多不一样 所以我们撒玛利亚人 就是那些不是神的儿女 可是他们懂得感恩的 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基督徒 却忘记了神的恩惠 神给我们如此多的恩惠 给我们属灵的生命 给我们永恒的救恩 给我们美好的家庭 给我们上帝的祝福 他让我们常常忘记上帝的恩典 所以大卫提醒自己说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 不可忘记 你的心要称颂他 不仅用嘴来称颂他 有人用嘴来倾听主 心去远离主 大卫说 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 他一切的恩惠 我们知道大卫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知道他是个罪孽的人 大卫虽然那么伟大 但是大卫也有他的软弱 有一天下午 没事在房上瞎溜的 就看到一个妇女在洗澡 他还看到那妇女漂亮 体型好 就把人家叫到皇宫来了 就跟人发生了淫乱 结果生了孩子 怀孕了 怀孕了 他这个麻烦了 他有老公的 丈夫怎么办呢 大卫是皇帝 他有权利 他把他丈夫叫到家里来 说你赶紧跟太太同房 然后这个不就是瞒过去了吗 那时候不能做DNA 对不对 结果这个人 老是 是个好的军人 他就在战争期间 我的领袖 我的士兵都在前面打仗 我怎么能回家 去跟太太同房呢 这个不好 他就住在院外 皇宫的院外 他就没有回家 好几天都没有回家 大卫看没有办法了 把他拆到前线去打仗 打死了 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 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的 但是谁知道啊 神知道 神有一天 那个先知拿单来找他 现在这个拿单也很有智慧 我们有时候 我们也做有智慧的人 给君王提一件 还是要有智慧 他不高兴 他把你宰了怎么办 有智慧 他就给他讲个故事 他说有一个人 有一个穷人 就有一只小羊羔 非常爱那小羊羔 每天抱在怀里边 那有个妇人 很多很多的羊 可是那妇人请客的时候 却把穷人的小羊羔 这个抢去 把他宰了 用他来请客 大卫说 这人该死 我要重重地惩罚他 拿单说 这个人就是你 你想一个君王 多少的兵妃 多少的妻子 君王 可是那个将士 就那么一个妻子 就是你 我大卫突然明白了 他立刻跪下说 哇 耶和华我得罪了你 求你赦免我的罪念 所以大卫在那诗里边 他一弹到这里 我想他心里苦痛的 他要一看到八十八 他就会想到当年的犯的那个错误 那个作风错误 用大陆的词 大家听得懂 但是因着他认罪 你知道那个孩子后来死掉了 对不对 上帝没有让那孩子存活 那是罪的结果 没让他存活 可是第二个孩子 上帝祝福了他 因为大卫的认罪悔改 第二个孩子叫什么 所罗门 帅啊 有智慧啊 管理以色列 成为建了圣殿 成为大卫的 这个以色列的一个最 一个英明的君主 我们感谢主 所以大卫他知道 神给他无限的恩典 他愿意感恩 那么看第二点 感恩就是数算主的恩典 圣经说 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 医治你一切的疾病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 为你的冠冕 他用美物 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鹰返劳还童 耶和华实行公义 为一切受区的人申冤 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叫以色列人 晓得他的作为 耶和华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的责备 也不永远的怀怒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 带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 报应我们 天离地 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 向敬畏他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 离我们有多远 好不好啊 这个诗写的 我觉得千古绝具啊 真的是千古绝具 读大卫的诗 他在一种忧伤的里边 感恩的里边 从心里面发出的诗歌 他不像我们很多世人 都追求着语言的华丽 他从内心中来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首先看到说 我们个人所蒙的恩 大卫蜀说 他个人所蒙的恩 他指的都是神 给他的一切的恩典 一切的恩典 你看他说 耶和华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不长久的责备 不永远的怀怒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孽 待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 报应我们 我们的神 是一位杜邪的神 我们的神 更是一个施耻爱的神 我们知道大卫 打了好多的胜仗 他人生有很多的软弱 但他来到神的面前 认罪的时候 他得到上帝无限的恩典 的赦免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怎么样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一个聪明的人 来到上帝的面前 就是要认罪悔改 就像一个孩子 来到父母的面前 讨他喜悦一样 我们今年在世界上 我们犯很多的罪 我们不要说那种大罪 闲而未宪的 骄傲 这就是我们的罪 不认识神 就是骄傲 我们把自己当作上帝 骄傲 妒忌 妒忌 你看这个世界妒忌 产生多少问题 人类的第一个罪 杀人罪就因为妒忌 对不对 该隐就妒忌亚伯 亚伯献祭神悦纳 他献祭神不悦纳 该隐拿了出神的土产给神 神不悦纳他的献祭 那这个亚伯拿着出生的羊羔 给神 神就越拿他的献祭 很多人读了经文 问我说 牧师这不是上帝喜欢吃肉啊 给米不愿意 给肉他就愿意 没好好读圣经 圣经先说 神喜悦亚伯和他的共物 对不对 神首先喜悦那个人 我们有时来到教会也奉献 可是我们奉献的心态是什么 就很重要 神不是喜欢你那个 神不在意你多少钱 不在意你的供物是什么 乃在意你的心态 心态 神喜悦亚伯超过他的供物 神首先喜悦亚伯这个人 这个我们 所以我们做人非常的重要 在上帝面前 我们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 如果我们教的要死 然后我们就发财了 拿了一大钱 上帝 给你点小费 那上帝运拿你这个 运拿你这个奉献吗 不可能运拿你这个奉献吗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好像我们奉献就是给上帝的一点小费 给牧师的一点赏色 牧师今天讲道不错 多奉献点 今天怎么牧师讲道批评我了呢 本来支票开好了 这个对好入座了 那我们就没有懂得什么叫奉献 奉献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这个奉献就是献祭 奉献就是感恩 奉献就是敬拜 奉献是敬拜啊 所以如果一个神的儿女 你看 就有的是他们来到殿中 他们都带着 喜乐的带着他们的土产 带着他们出生的果实 来到上帝的面前 Aven 那上帝喜悦 不管都是拿过寡妇的两个小钱 他公公敬来到上帝面前 愿我这两个小钱 在神的殿中有份 哇 上帝喜悦了 上帝耶稣说 这个寡妇奉献两个小钱 比其他人都要多 因为这是他的全部 全部 所以圣经让我们要全人全心的 来到上帝面前 爱他 敬畏他 所以他是赦免我们一切罪恶的神 洗净我们一切不义的神 虽然我们常常的有过犯 我们也常常的沉沦在犯罪之中 但是我们的神永远的饶恕我们 那有的人就说那是好啊 那我们就常常犯罪 让主的恩典显多吧 越来越多 犯罪越大 不主的恩典越大吗 那这个就保罗说断乎不可的 断乎不可 我们这些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人 在罪中死了的人 岂可能在罪中让罪恶显得更多吗 不可以这样子的 那我们又来到神的面前 成为新造的人 新造人就是什么 新生的样式 完全不一样的样式 一个新造人 他要新的语言方式 我来到美国的时候 首先改变语言方式 你知道我们东北人在中国 都是张嘴就骂人的 因为骂人就是友好 现在哥们就说三字经 然后好久不见了来个三字经 你们觉得这个吗 这很正常吗 对不对 因为就是觉得 觉得奇迷无间 骂他都没事 尤其北京人 什么都带个鸭的 你知道吗 这都是骂人 但是觉得很好 所以我们一到这以后 然后我们的语言方式都是共产主义的一种方式 这个斗争的意味特别强 我到普林村大学 我的老师叫余英石 有一天余先生跟我们开会的时候 说你们这些大陆来的这些 我们这些大作家 小作家一大堆 大思想家 小思想家 都觉得自己很有思想 余先生说 首先你们做第一件事 改变你们的共产主义语言 我说那怎么改变呢 从小就受这个东西熏陶长大的 这能改变吗 说你要想改变你的语言 首先你要读一些跟那些书完全不同 最近不要读那些方面的书 全读中华民国出的书 所以我们开始读中华民国的书 都是书牌的 一样就串行又找不着 你知道吗 就串行串行 所以你看现在我写字 我都写繁体的 就那时候读书读的 另外读圣经 我开始读圣经 当我读圣经读了二十年 发现我的语言方式里面都是神的话 不知不觉的就讲到感谢主 你认不认识主 我一说感谢主 他看我挺惯 我跟你说话的 第一杯水是感谢主 他说你奇怪 我递你水 你怎么感谢主 人的生活方式 语言就方式改变 对不对 语言改变很重要 语言改变 表示你的生命是新造的人 首先语言改变 心怀意念的改变 行为方式的改变 与人相处的方法的改变 这些改变都需要 神在我们生命中工作 否则我们都是共产主义的战士 无产业革命事业接班人 你想我们的语言方式能一样吗 绝对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来到教会 我们真的要成为新造的人 改变我们 这个改变首先就 我们不再记仇 不再嫉妒 不再苦读 学习饶恕 在主的爱里边 好好的爱主 爱那些与你自己意见不同的人 更要爱你的家人 欣赏他 肯定他 肯定他 所以神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 在我们生命中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 有多少呢 大为数了 第一个 他是 他是这个 有人爱为我们的冠冕 上帝给我们 人爱为我们冠冕 人爱公义为我们的冠冕 那么还有如鹰展翅 返老还童 我们的生命不断地更新 神让我们接触生命的果子 我们有新的生命 这个新的生命 鹰的生命就是 我们有明亮的敏锐的眼光 有超脱世俗的生活 还有呢 灵活迅速的反应 像鹰一样的生活 他也给我们美物 使我们所显得得以知足 神赐给我们美物 赐给我们在美国的工作 赐给我们房产 赐给我们汽车 我发现我们丁总 因为买个好房子 就特别高兴 对不对 都请牧师去祝福 这是上帝给的 你们 上帝给的美物 不要觉得是我们自己得的 我们很多人都不习惯 我记得我们教会 母堂的传道人老修 他很有意思 他岳母是个医生 国内医生来到美国 他每次吃饭的时候都祷告 感谢主给我们早餐 给我们午餐 他岳母就 他们祷告的闭眼睛 他岳母就看看这个 看看那个 瞪大眼睛说 然后我就奇了怪了 这饭不是你们花钱买的吗 你说是啊 那你们为什么要感谢他呢 跟他有什么关系 女儿就告诉他 妈 他给我们生命 这更奇怪了 你不我生的吗 他给你生命的 你看他这很奇怪吗 他没有信主的 他的思维方式 他就跟你不一样吗 你是我生你不感谢我 你每天吃饭你感谢上帝 那如果你说 每天吃饭你感谢你妈 你天天奉你妈名祷告 有用吗 你不可能 对 我们谢谢他给我们生命 更感谢主 给我母亲的生命 Amen 因为神创造了宇宙万物 神创造我们每个人 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 那么第二点是群体蒙的恩典 第六章 第六节到十八节说 神的恩典显现在他的教会里边 那么教会呢 是与神立约的 一华私心公义 为一些受求人申冤 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那个时候旧约的时候的教会就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知道他的法则 然后一会有怜悯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却有丰盛的慈爱 不长久的责备 主还是责备的 还是管教的 不轻易的发怒 却有丰盛的恩惠 那么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孽待我们 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感谢主 天理地有何等的高 他让我们的敬畏他的人 他的慈爱像我们有多大 动力系有多远 这个根本无法计算的 天理地有多高 你能计算吗 不能计算 动力系有多远 能计算吗 不能计算 因为地球是圆的 你怎么去计算 但是神的慈爱超过这一切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看到神通过以色列这个民族 通过新约的教会 把他的慈爱显现出来给他的儿女们 首先我们看到说 我们的神是一个伸张公义的神 他怜悯我们 他的怜悯表现的第一个 他富有同情心 他看见我们现在罪恶之中 他就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怎么解决的呢 神的儿子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救赎了我们 使我们有今天盼望 第二个 他有恩慈的爱 恩慈爱就是给人第二次的机会 你犯了错了 他再给你机会 犯了错再给你机会 那么甚至他为你 为你的罪 担当了这个重担 有一个人 他是个小偷 他常常偷东西 妈妈就常常说 他被抓到监狱里放出来 妈妈就说 如果你再偷 我就砍断你一个手指头 结果他又偷了 妈妈说把手伸出来 他就伸出来了 妈妈拿起菜刀 他闭上眼睛 咔嚓一声 他没疼 他一抬头 看到妈妈把自己的手指剁了一只 这个就是上帝的爱 本来是我们犯的罪 我们应该就承担这个罪的后果 它是神的儿子 为我们定死的事下 我们的罪就在他的身上 神的儿子 他的死满足了上帝的公义 所以神的公义 他是公义的神 公义的神 那么第四点 他有丰富的爱 神的爱不仅内容丰富 而且存到永永远远 能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 第五点 他还有管教的爱 神的爱能够赦免我们的罪 同时也管教我们 他不希望我们再犯罪 所以有的时候神管教我们 我们哪个人没被神管教过 你告诉我 都被神管教过 我当时信了主 我就祷告我的神 我说神你要是救我活过今天 我就把你献给你作为活绩 结果来到美国我就忘了 啥活绩啊 对不对 没事做什么活绩啊 好好念书吧 拿个学位再说吧 一进大学就生病了 病了四年 这回又聪明了 说主啊 医治我 让我离开医院 我就进神学院 你知道吗 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作活绩 这次说话算话 我们知道神是不可以轻慢的 不敢耍赖了 神管教 那然后结果奉下了读神院 一下子跟老师发生冲突了 发生问题了 这个过去都是从国内来的 这些 你像我在广场我都敢造反 我到神院还不敢造反吗 对不对 我看到神院太多 这个有问题的可以改变的 我就要改变他们吧 我们很多教徒弟兄者们 也刚清楚也是 来要改变教会改变牧师的 对不对 你看提一件最多就刚信主的人 刚刚懂一点 其实你在家里你就懂 你们家的孩子最难缠的是哪个年龄 高中的时候 叫听那只 知道吗 小的时候还乖 我们很多做木道有时候可乖了 来寻求真理 信了主了 一下参与服侍了 哇 看这不对 看这不对 对不对 你的家里的孩子高中生也如此 就读了几本书 就觉得什么都会了 你知道吗 我们很多基督徒 在网上你看到那些批评人的基督徒 都是半瓶子醋 就读那么一本什么加尔文的什么这个 这个药理 就觉得全基督教他都懂 那差远了 你知道吗 从神的救恩到未来的永恒 这整一本的圣经 这整一本的圣经 这在上帝的体 那种启示中让我们知晓 我到今天我读了二十多年圣经 我还不敢说圣经 我都可以读得懂 每一次读我都有新的体会 每一次读我都有新的感受 每一次读我都有新的认识 你们 所以大家学习谦卑了 我那时候就不谦卑 跟老师就发生问题了 然后奖学金也没了 什么都没了 我那个我就要走了 我不干了 我就跟神说 不是我不愿意奉献给你 是你不给我奖学金 所以你不给我奖学金 那我就走了 我就回纽泽西 我就回去了 我就打电话给纽泽西 我一个大学的教授 一个好朋友 他就录取了我 让我回去读东亚政治 哎呀 全额奖学金 太舒服了 这个还让我做TA 教中文 还赚钱 想这边苦得要死 天天被人批评论断 那边多好 对不对 专家 台湾问题专家 多好 所以我对台湾问题很了解 我在普京大学 就研究台湾问题 就回去 就在那天 我去参加一个聚会 那个聚会 当我从聚会回来 半夜时候开车 我就哭了 我把车停在旁 我不能再开车 我突然想到神的恩惠 我想到人的悖逆 人是何等的悖逆 上帝对你那么好 有一点点在管教你的时候 你就经受不了管教 你就要放弃 你看上帝在天蒙广场 把我带出来 我没有被打死 这不是恩典吗 恩典 在苏联的冰天雪地 洞在里边 快要洞死的时候 神让一群苏联来拉草 一个月才拉一次草 那么大的血 他晚一天我都冻死 他早一天我就密死过去了 就在那个时刻 他把我救出来 真的他不是神救你吗 对不对 把我拉出来 来到美国一病四年 癌症化疗 肾衰竭患肾 这都是很难治的病 我今天可以站在你们面前 十八年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你们这不是恩典吗 而人遇到一点点神的管教 我们就开始抱怨 这人的生命 就是抱怨的生命 所以一个新造的人 一个被神所重新缩到的人 要经过神的管教 他的杖 他的肝都安慰我们 你们 神的管教是爱你 你说你父母都管教 是不是爱你啊 我们小孩我们的父母管教 我就特别不服气 我爸一打我就跑 他追不上我 原来我都不跑的 后来我妈告诉我 一定要跑 我原来我爸一打我 我说我没错 打死我也不认错 我就个性 为了真理而奋斗 我爸他啪大嘴巴就上来 我山东人的后裔 我告诉你 拿大棒揍你 我然后他打完 他气得直抖 那我还不抖 他就抖 那我妈就说 你要把你爸气死啊 咱们家就你爸一个人上班 你要把他气死 咱们家都得饿死 我说那我没错 他为什么委屈我呢 我妈说他是爱你啊 你爸嘛 他的爱的方式不一样 我妈是从来不打我的 就叫严父什么 慈母 严父是很烈的 父母 我们的父母很少 父亲很少给我笑脸 你知道吗 他一笑 那我说不定高兴多少天 你知道吗 没有笑脸 我一会儿立正 就站 看不上去 就站厕所旁边站 站一个小时 我就站一个小时 他动都不敢动 你知道这个军人 你知道这很了得 都这种老革命嘛 他们当年可能领导训练 他们就站着 他们就得站着 就是这样子 结果后来我妈教我 说以后你爸要打 你就跑 我说跑他不更生气 他说你错了 你跑他就高兴 你一跑他打不着 你就拉倒了 你在那你顶着他 他不越来越生气 你知道吗 你得给他台阶下 有时候也许他不对 他可能判断错了 但你得给他台阶下 所以我就懂了 我就从此他一打 我没能打 我看眼神不对 我就跑 我就跑吧 跑了就自由了 我就该玩玩 回来他也忘了 我也忘了 那不挺好吗 结果你较劲越来越深 感情越来越差 对不对 所以八九年的广场 我说你们撤 咱们得撤 我说我爸当年打过 我妈让我跑 现在他们要开枪了 他得先跑 撤就对了 大家不懂 你什么理论 你爸的理论 你妈的理论 都拿到广场来 这不对的 对不对呀 对 有的时候就给他们台阶下 知道吗 所以这次在香港战中 我说该撤了 撤了差不多了 有的时候 不管政治原则还是什么 我们都需要妥协 来到上帝命 上帝对我们的管理 我们要感觉 我们要感恩 给我们的 如果我没有这场疾病 四年 我能做牧师吗 不可能吧 我怎么能做牧师呢 对不对 为什么要做牧师呢 我有太多事情可以做了 对不对 但是那四年的疾病 让我看到人生毫无意义 人的生命 人的生命就是那样的短暂 早晨像生长的草 早晨生长发芽 晚上割下苦干 人不管你多么成功 多么伟大 你都得死 人你不管怎么样 你都得经过苦难 但是在苦难中 如果你没有神 你的苦难就真是苦难 如果有神 你的苦难就是试炼 有没有 不一样啊 苦难 神给我们管教 会引导我们 你看圣经怎么说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 哇 他有怜悯 有慈爱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的责备 也不永远的怀怒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 报应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神 他永远的不长久的责备 不永远的怀怒 不按照我们的罪孽 待我们 这就是他属天的爱 属天的爱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有时在爱中 我们不知福啊 我们不知道神爱我们 我们可能有时体会不到 我们有时在教会里面 遇到一个弟兄姊妹 跟我们有点不同意见 完了 神的爱就不见了 我们就开始就发怒了 神不发怒 我们就发怒了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 哪一个教会的领袖 好像我们看得 好像看得他有点不太对 那我们就跌倒了 就不信主了 这都不对的 我们信主要越过 所有人看耶稣基督 我当年跟我的传道人 我牧师发生很大的矛盾 那现在我就觉得 这个神通过这件事情 要管教我 让我成为传道人 你不愿意跟传道人发生毛病吗 你就当传道人吧 就好了 你就知道什么是传道人了 慢慢我懂得 我们也遇过所有人看耶稣 要定睛看耶稣 不看人 看人你会软弱 可是你看神 你看神你就得胜了 Amen 所以不要在意别人怎么说你 别人说你有的 那我们就 就是给我们一个警钟 没有的 也不要解释 因为神指都没有 知道吗 因为神判断对错 人不能判断对错 有一天你离开这世界 到神那里 是神来审判你 神来讲上你 不是人来审判你 不是人来讲上你 别人说你不好 你就不好了吗 好多人别人说明一句 哇立刻就 就确实一下就不好了 脸色也变了 神说你为什么要发怒呢 你若行得好 岂不蒙愿呢 神对谁说的 敢隐吗 对不对 敢隐就发怒嘛 大大的发怒嘛 因为神对亚伯好嘛 他就大大的发怒 神说你若行得好 岂不蒙愿呢 你若行得不好 罪已经浮在你的门口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在主的爱里面 领受祂的爱 最后一点 讲完了最后一点 感恩就是 全人全心地向上帝的颂诞 在诗篇103篇结尾的时候 诗人呼吁 一切的天使 子民 受造之物都要 称颂耶和华 听从他命令 成全他的旨意 有大能的天使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做他的诸君 做他的溥义 行他所喜悦的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一切被造的 在他所治理的各处 都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感谢主 不管我们遇到 什么样的难处 我们都来称颂他 讲一个小故事结束了 有一个著名的解经家 叫马修亨利 有一天他遭遇了抢劫 但是感谢主 他生命没有问题 他回来就写了一篇日记 他说 我心存感恩 因为首先 我从未被抢 这次被抢 我虽然抢了我的批包 却没有抢走我的生命 那么他们 抢了我的批包里边 也没有很多的钱 最后一点是 因为我被抢 他没有抢别人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一种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 要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 你们感恩的季节里边 我们每一天 祷告来到神的命 主啊 我谢谢你 给我生命 谢谢你 给我这个家庭 谢谢你 给我儿女 谢谢你 给我一切 给我健康 所以菲利比书 四章六到七节说 我们应当一无挂虑 凡是借着 祷告 祈求和 什么样 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 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避在耶稣基督里边 怎么样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愿感恩节的时候 上帝的恩典伴随你 也让每个人都一颗感恩的心 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我们唱一首诗歌 我的心你要参诵 参诵耶和华 这首诗歌我们都很熟 就是根据诗篇103篇改编的 常常想诗篇 每一句话改成 都是最美的 你们 哈利路亚 来我们一起来起立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我的心你要参诵耶和华 在我们唱诗歌的时候 带着感恩的心 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感谢他 来赞美他 天里的游和等一高 他的慈儿也和等一身 动力心有多么的远 他是我的国藩 也离我多远 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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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怜悯的爱 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 从耕古直到永远 耶和华 他是我的神 我的心 你要成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他赦免你 且过犯罪念 以致你疾病服怨 我的心 我的心 你要成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他一人 要多么的远 要多么的远 他是我的国藩 也离我多远 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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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远 他有远远的爱 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 从耕古到永远 哈利路亚 从耕古直到永远 耶和华 耶和华 他 他是我的神 主啊 主啊 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你是我们的神 你满有恩典和慈爱 你不轻易的发怒 主啊 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 主啊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让我们来到你面前 每个人都讨你的喜悦 亲爱的主耶稣 今天求你的宝血 再次来涂抹我们 遮盖我们 除掉我们一切的软弱 除掉我们一切不和你心的地方 让来到你面前 献上我们的感恩 献上我们的赞美 哈利路亚 哪位朋友 你说主耶稣 今天我也愿认识你 这位爱我的神 你举手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说主耶稣我愿意 就在今天接受你 感谢主 还有没有 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 还有一位母亲 还有一位母亲 还有没有 哈利路亚 当你举手那一颗圣灵就充满你 还有哪一位 你说主耶稣我愿意 接受你的爱 感谢主 还有一位姐妹 还有没有 说主耶稣我愿意 让你的恩典永远伴随我 让我今天也献上感恩的心 我知道你爱我 打开我的心 我不再犹豫 我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 我知道你爱我的一家 爱我的儿女 你爱我的一生 你举手为你祷告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你举手说主耶稣我愿意 还有没有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我们是这位 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弟兄 他举起手了 哈利路亚 把掌声给耶稣基督赞美主 好像我一直呼召 一直呼召 就是呼召他 感谢主上帝圣力 引导他 打开心 亲爱的主我感谢你 我把这几位信主的到前面来 我为你们祷告 来 举起手的 向耶稣 来 到前面来 耶和华 耶和华 有怜悯 你爱 千有风声 我敬你 还有哪一位愿意 接受耶稣的到前面来 从耕古 直到永远 耶和华 他是我你神 来 我们到中间来 我给你们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把每个 今天愿意打开心的弟兄姊妹 交给你 主啊 有一位姐妹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圣灵来充满他们 宝雪来遮盖他们 引导他们 寄入真理 活出真理 一生一世 跟随主耶稣 做神的儿女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Hallelujah 赞美主 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